目前差距是15分 第一節最大的時刻 林志傑 載斷的加速 大量成功 給盧俊翔上課 嗯 其實這個就是 比他文非常需要的一個球員 林志傑 在野戶車繞出來持球 面對大汗的防車 後彈跳 他的後車 殺公球 招牌要動作 趕快上網路投票啊 最佳人氣網 林志傑拿票 野獸 到了禁區 這個拉桿輕功 甩掉了男友 他的這種對比賽的專注度啊 以及他的細心度啊 都被 都對內容啊 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好 志傑這樣上來 好難的 嗯 今天林志傑似乎是年輕20歲 嗯 而且捷哥好像知道今天 自己上場時間 會蠻多的喔 他持球的時間 跟單打的時間蠻多的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蠻多次 他持球的時間 在外面盤球時間很多 而且單打的時間也很多 這個罰球 讓林志傑 得分來到了雙位數 主要以出手的次數來說的話 其實也是集中在兩名 林志傑 今年球季的第十場 得分來到雙位數的比賽 賽季將近六成九的罰球命中率 穩穩的將兩球也罰陣 這場比賽呢 最終就是九十五比八十六 桃園 樸園 領航園 在客場 尤其是在這個 他們幾乎是沒辦法贏球的客場 拿下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勝 這是他們賽季的第十八勝